台灣的餐廳業者也一樣 覺得為了終身大事 很多新人還是會願意砸大錢來辦婚宴 不只推出每桌要價4萬台幣的婚宴 還有大手筆送巴黎或是馬爾地夫的蜜月住宿 來搶公億萬商機 新人入場排場氣勢驚人 外有冰雕馬車內有弦樂團伴奏 法國行政主廚還不時來回穿梭現場 注意菜色擺盤 因為現在飯店婚禮講求超高規格禮遇新人 就是想要吸引頂端課程的目光 包含可以送新人到馬爾地夫 還有巴黎我們的姐妹飯店 免費的度蜜月的這個住宿 飯店業者寄出市價15萬的蜜月住宿 婚宴專案還包括入住新婚套房 101大樓美景映入眼簾 反對業者還幫你準備好花瓣泡泡浴 其他飯店也鎖定金字塔頂端的客群 有頂級飯店主打全台唯一的婚禮教堂 也有飯店則是推出客製化空間 菜色和布置讓新人親自參與人生大事 像是歌手陶澤的婚禮 就辦在新入竹的頂級飯店 市集婚禮的排場規格 看得民眾好羡慕 更讓飯店業者接預約電話 接倒手軟 去年跟今年比較的話 今年我們將近接了400場的婚禮 那其實叫去年來講 已經成長45% 那我們也是在這個時候推出 比較頂級的這個婚宴 來搶攻頂級婚宴的市場 那我們也是預估明年也會增加到 450場以上的這樣子的一個婚宴 飯店業只出奇蹤懶客不惜 雜重金專攻頂級課程 畢竟結婚是人生大事 誰不想辦的豪華亮眼 只為了留下完美的回憶 由於TV神聚良心才報導 超級無峻的回憶 對付那個婚禮